所以你就是把你的 輪到片 跟你的文字給放上去 執行 這樣就發文成功了 那你可以看到我的instagram 裡面他就自動幫我發了一個文章 大家好我是阿盧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在複習第一堂課的時候 我們最後講的這個應用 我們要透過instagram 來做發文的動作 那我們要使用的套件 我們在上面有 demo過了 你可以透過這個 API也就是我們說 別人需要模組的說明書 來更深入的了解 他有些什麼樣的功能 那這些都可以 在說明書裡面看到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就是 如何透過 這個instagram API來做上傳 文章的介紹那當然你也可以 你可以試試看 用chapgpt來幫你寫這個程式碼看看 那我們就一邊寫 一邊跟各位解釋我在寫些什麼 首先 你一定要輸入帳號密碼 那這個輸入帳號 我希望他是在輸入時是被隱藏的 所以我這裡會有一個 input 叫做 gap pass這個模組 那我再輸入 username 我的帳號 的時候呢我可以使用 gap pass.gap pass 在gap pass模組裡面的gap pass這個功能 然後這裡會告訴使用者說 輸入帳號 然後我複製 貼上我把這裡改成 密碼 這裡改成輸入密碼 然後呢我要使用一個叫做 剛剛講 Instagram API 這個模組 然後裡面它有一個叫做 client的功能 那我要把它載入進來 所以我從 Instagram API import client 那這時候你要先記得喔 你在用別人的模組的時候 你要先 安裝這個模組 Instagram API 安裝完畢了 我們要先把呢 我們的帳號 存進我們的username這個變數裡 然後把我們的密碼呢 存進password這個變數裡 再來我需要 一個client的變數 那這個變數呢 它會放我們這個client的功能 那這功能裡面有很多 比如說 八文按讚 或者是你用戶資料 都會存在這client的 變數裡面 如果你不相信的話 我們也可以看一下 這個type好 我們先看這個username的 照理來說它會是一個 文字的形態 然後我們再看一個client的形態 那我們執行 輸入帳號 輸入密碼 可以看到 沒錯帳號它是str 打字團的形態 而這client呢 剛剛放進來的東西 叫做client 所以它是一個client的形態 再來我們要做登錄 下面這行是登錄 就是在我們這個client 它其中一個功能呢 叫做login 就是登錄的意思 裡面呢 它要放你的username 跟你的password 如果你不知道怎麼打的時候 其實你也可以放在這個login的上面 它會告訴你說 login裡面的跨幅裡 要放些什麼樣的資料 那我們執行 那這邊它可能會因為 我原本別的地方有做登錄 而做了一個 這個方式我登錄的步驟 那你這時候你可以用這中段連線 然後刪除執行階段 重新的完成它 重新連線 所以重新連線 你就要重新的做安裝 然後重新的 輸入帳號密碼 然後重新的做一次登錄 好你重新登錄 它就可以把它登錄進來 那這時候又要輸入了 那我們可以輸入你的圖片位置 input 圖片位置 圖片位置 然後呢 跟你的文字 要打寫什麼呢 都可以 第一次使用這個套件 新型真是複雜呀 那我們圖片的位置呢 你可以從左邊這個檔案 進行上傳 那你可以上傳你的 找到的圖片 就傳我這張圖好了 我傳我的帥臉 那我們執行一下 圖片的位置你可以點我這邊 如果它沒有出現圖片的話 你可以按一下重新整理 那你可以點它的路徑 然後貼上 那這裡呢就是你圖片的位置 再來 這一段 那就是client裡面的這個照片上傳的功能 那你可以看一下 它這裡呢第一格就是點它的pass 那第二格呢就是它的caption 那caption就是你的文字 所以你就是把你的照片跟你的文字給放上去 執行 這樣就發文成功了 那你可以看到我的instagram裡面呢 它就自動幫我發了一個文章 那這個文章呢就是 剛剛的第一次使用這套件 心情真是複雜 yeah 然後呢有我這張貼圖 當然這時候就會有人問說 我用IG發就好了 我幹嘛用這個 幹嘛用這個present 弄了一大堆麻煩的東西 好 所以呢我來展示一下 它還可以做些什麼樣的功能 一些酷的功能啊 比如說發了些什麼文章 我有追蹤這個學生的帳號 什麼clvsc411 那它都發了些什麼文章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可以用它裡面有一個功能 就是userid from username 你可以從它的username裡面 找出它ID的內容 那這是屬於for回圈的應用 你就可以print出它所有 喔發過的文章 那我們先來檢視一下 它發過些什麼文章好了 有一張 我們就看第一個就好了 有一個人生日 喔你可以看到 喔 它就把所有的文章 都列出來了 我們就看第一筆 我貼成文字 你可以看到有一些連結 點連結進去 你就會發現 喔是張照片啊 這就是它的第一篇文 第二篇文 依序的把它列出來 那你抓到這些文章可以幹嘛 想想看可以幹嘛 比如說是一個 某美女的IG 把它全部的照片一次下載下來 那你可以幫我看看 喔 這些內容 比如說PK ID 或者是這些連結 代表什麼意思 你可以試著幫我翻譯看看 然後呢 像是這個 UserID Media 跟Media 它的Type又分別是什麼 就像上面我剛剛有看到說 欸我這個Type是文字型態 我的Client呢 是Client型態 那這些又是怎麼型態呢 你可以自己去玩玩看 繼續試試看 然後我在這裡面 有用到這個for的功能 那這個功能的介紹 我有把連結貼在這裡了 你們可以自己去試試看 好再來我們看看 這個follow有誰 也就是追蹤者有誰 那追蹤者有誰有什麼用處 也就是你要對這個帳號有興趣 你才會去追蹤它嗎 那我們可以來看看 誰對這個帳號有興趣 那這裡一樣呢 會使用到for回圈 那你可以看到 喔呦 這裡有很多人喔 什麼台灣帥哥美女推薦喔 看來這個網子 這個IG裡面都是帥哥美女喔 喔 你這樣就可以看到所有的 這個追蹤者 你甚至呢 可以得到他的追蹤者的連結 好 好 那你可以想想看 如果你知道對方的follow可以幹嘛 那follow是什麼型別呢 好 那你一樣可以試試看 呃 我這裡有一個進階的方法 去抓出這裡所有的東西 再來我這個 我就不按了 它是比較危險的功能 怎麼說呢 喔 它可以找到相關tag 相關的標籤 比如說我跟Python有關的標籤的前十個文章 來我們搜尋看看 喔 Python標籤的前十個文章 很熱門貼文嘛 那這叫最新貼文 那這裡就是第一個第二個第三個 前十個文章 那得到前十個文章可以幹嘛 我對他進行按讚的動作 齁 我對他進行按讚幹嘛 自己想想看 我為什麼要對一些不認識的人按讚 好不好 假裝有興趣 有可能 那在後面呢 我每按完一次這樣我都會讓他休息五秒鐘 為什麼我要休息五秒鐘 我要假裝我是一個人 喔 我假裝我不是自動幫他按的 好 這是大致上我介紹的一些功能 那當然 你自己去幫我想想看 你覺得這個套件 或者是你問ChatGPT 這個套件他還能做些什麼事情 那做這些事情 對 你賺錢啊 或者是對你長粉絲啊 有沒有什麼幫助 OK 那如果你有問這個ChatGPT的話 你把你的結果記錄下來 甚至呢 你可以把他幫你寫的程式碼去執行看看 是不是真的能夠執行 好不好 好 那我們這個 就講到這邊 有問題的 底下留言 好 按讚分享 讚 大家掰掰